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日凌晨,歐洲國家杯外圍賽友好戲上演 到時由F組的比利時主場迎戰奧地利 比利時實令不可輕視,球隊與奧地利的交鋒未常敗職 其球與心理佔據上風,不過奧地利都並非泛泛之輩 後者目前各項賽事處於四連勝田密其中,狀態禁為火焰 相比之下,今次都不會輕易言敗的兩隊或擊戰成和 比利時FIFA排名前五,是世界足球強國之一 之前甚至一度頂著世界第一的投降 雖然曾長時間在國際足聯排名佔據榜首 但實際上球隊名氣大於實力 近年來無論是世界盃、歐國盃或歐國聯等國際賽事 始終與冠軍無縣 而隨著球隊黃金一代的球員適數退出舞台 比利時現階斷正處於一個新老交替的陣通棋 陣容老化趨勢明顯 這都是比利時競爭力日漸下滑的關鍵原因 而艾力斯、沙利、密卡斯和尤里泰利文斯等 領身身代上未具備獨當一面的實力 使得球隊當下手顯清黃不止 目前比利時的進攻點由羅美努盧卡古領銜 後者幫助球隊在最近兩場各項賽事中貢獻4個入球 今屆歐國盃外圍賽首佔對陣碎點 羅美努盧卡古便上演了帽子戲發作 比利時取得開門孔 奇魂迪布林不在場的情況下 羅美努盧卡古就是球隊當下最為依賴的球員之一 眾上所信 更好面對手下敗仗的奧地利 就算實力不服當年的比利時 都有保和和真勝的可能 而在另一邊 奧地利勢頭速慢 球隊已經連續4場各項賽事大獲全勝 期間合計收獲9球 且多達3將單場至少攻入2球 陣中米高基哥烈書志 霍利安卡恩斯 以及基斯道夫鮑加特拿等人 都曾先後為隊建功 可見能夠多點開花是球隊中攻點的優勢所在 但需要留意的是 奧地利的防線狀態並不穩定 之前面對愛沙尼亞和阿塞拜疆 將兩支實力較弱的隊伍都未能保持不失球 而且奧地利主客表現差距較大 上屆世界杯歐洲區外圍賽 球隊5次作客錄得兩勝一和兩苦 逐見奧地利異地作戰時的真勝能力平庸 哪怕球隊近期表現更勝上述比利時 但需要作客的奧地利此行仍不見得 有取勝的絕對把握 能夠爭得一分都算是完成任務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影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OH 除得